大家好我们来看选秀生物一细胞与遗传 那有的版本的话呢 它细胞是一张遗传是一张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还在第一张 那有的版本是会把细胞拆成两张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现在在第二张 我们要谈的是有关于细胞内的代谢 还有一些能量的流转 那我们这一段的话要跟大家谈的 也就是有关于能量怎么进到生命世界当中 然后另外的话呢 当然很大的重点是要把这个能量 转变成我们生物细胞可以使用的ATP的形式 然后另外的话也就是怎么样能够产生ATP 简单来讲就是把ATP 把双磷酸腺肝加上磷酸根 所以这个呢被加上磷酸根的过程 我们就叫做磷酸化作用 所以我们这一段先来谈这两个概念 那我们先讲一个基本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生命世界当中 当然有小部分的它可能可以直接利用地热 或者是地球当中 一些其他物质的能量当作它的能量来源 再不然的话呢 我们的生物我们的生命世界能量 大部分直接间接是来自太阳 那能够直接利用光能 然后呢用来把无机物转变成有机物的 这个值的当然就是能够行光合作用的光合自营生物 然后接下来呢产生的有机物 我们就以葡萄糖为例 然后接下来当然它会在食物链当中传递 那我们动物也就用靠吃的 就会得到这一些物质 然后接下来呢在细胞内 在经由呼吸作用 那如果是以增合细胞来说的话 光合作用在液滤体 呼吸作用的话就在立腺体 然后才能够把运藏在其中的能量 转变成我们细胞好使用的一种形式 就是一种特殊的化合物一种核肝酸 也就是ATP三菱酸腺肝 或叫做腺肝三菱酸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被完全燃烧 就会变成水跟二氧化碳 那当然又有可能会变成原料 在经由化合作用又再变成有机物 又再变成糖类 那这个概念很简单 大家以前就会了 我们稍微讲进去讲深入一点 所以我们这一段要讲到能量的来源 能量的流转 所以呢我们都要让这些运藏在有机物里面的能量 能够把它释放出来 因为构成我们生物体的物质 包含这些带有能量的物质 我们讲叫做糖类质质蛋白质 那它们的化学性质都是很稳定的 那这么稳定的话呢 它就不容易间接断裂 就不容易把运藏在这个物质当中的能量给释出 所以我们就要经过一个特殊的作用 把它转变成一个不稳定的化学物质 它的能量比较能够被释放出来 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说是生命世界当中 大家共同语言的一个不稳定的化学物质 容易把能量释放出来 我们之前说以充电电池来解释它来类比它 那么这个也就是ATP 所以所谓的呼吸作用 简单来讲就是把有机物 然后呢把它里面的能量转换成储存在ATP当中的能量 那当然这整个过程很复杂 我们一般都以最简单的也就是以包塔为例 那但是呢问题就来了 那你为什么体内会有这些有机养分呢 那我们刚刚师就讲了 像我们的话就要靠食物链 我们就是要靠我们的食性 我们就要靠我们去吃 所以呢也就是我们把外界的有机养分 那大部分这个养分的来源就是另外一个生物 生物就是另外一个生物的食物 不管它是活着的时候 或者是死掉了以后 分解成一些有机物或腐质质 那么这样的生物的话呢 营养要靠义己而没办法靠自己 这种就叫做义民生物 那相较之下呢 如果能够自己想办法求错能量的来源 然后把环境当中的无机物 转变成有机物的话 那么这个也就是属于自营生物 那自营生物我们又可以把它区分成 光学自营生物 或叫光合自营生物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行光合作用的生物 那另外有一些的话呢 它的能量来源就不是来自于太阳 那么这一类的就叫做化学 或叫做化合自营生物 所以呢简单的来讲 我们生命世界的能量来源大致是如此 那它可能是取自于太阳 也可能是取自于一些特殊的物质 它能够把无机物转变成有机物 那么这种状况之下 它就是属于自营生物 在自然界当中 自营生物就是扮演生产者的角色 那我们没有办法把无机物变成有机物 所以我们只能够靠吃 我们只能够靠吃的方法 从环境当中把这些有机物摄取到体内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营养类型 实物易营在生态系当中扮演的角色 就是消费者 好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讲 稍微再更深入一点点 因为相关的议题它会牵涉到生态的部分 牵涉到现在讲的能量的部分 所以有一些或许我们会到后面 我们到后面的选择生物4的时候 到时候还会有机会再跟大家谈 那我们现在再帮大家重复一次 所以能量的来源 就生命世界来说 就会要从生产者 然后呢流进生命世界里 那么生产者呢 就表示它的营养类型属于自营 那么就有大家最熟悉的光学自营生物 或叫做光合自营生物 它的能量来源就是来自于光 也就是这一些可以行光合作用的植物藻类 或者是蓝绿菌光合系病等等 那大家比较不熟的就是化学自营生物 那么化学自营生物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稍微把它理解成 它大概跟光合作用也很类似 也就是想办法能够把无机物 例如说水二氧化碳 然后转变成葡萄糖 所以也是类似这样子的过程 那只是说中间的能量来源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光呢 那么它就是属于光学自营生物 或叫光合自营生物 如果是来自于化学呢 那么它就是属于化学自营生物 所以大致也就是如此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举一些例子 大家如果行有余力就稍微记得一下 那再不然的话我们就稍微知道 大概是这样子 而且化学自营生物也都是一些细菌 也都是一些细菌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谈一下 那么对生物来说我们刚刚跟大家说过 我们很快的简单的谈一下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无机物变成有机物 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必须要靠吃 那东西吃到我们体内之后呢 经由消化跟吸收 然后接下来的话变成小分子的形式 例如说氨基酸啊 例如说脂肪酸啊 例如说葡萄糖啊 然后接下来再运给我们各个细胞 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 例如说葡萄糖好了 我们在血液当中运的主要是葡萄糖 血糖也就是血液中的葡萄糖的意思 那么葡萄糖从消化到当中被吸收了 然后呢 经过循环系统长距离的运输到细胞 它还是葡萄糖 它的化学性质没有改变 它非常的稳定 所以呢我只是以葡萄糖为例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 我们从环境当中 当然这看起来是一个客饭的样子 我们不管 反正我们就假设我们吃一餐 那但是呢 这一些蕴藏的糖类脂质 蛋白质 矿物质 维生素等各种物质 但是我们的细胞 能够直接利用这些能量吗 不行 虽然说我们经过超化吸收 已经把它分解成小的 可以吸收的形式 就像我刚刚以葡萄糖为例 但是呢 我们身体我们的细胞 真正要利用能量的时候 是没办法直接利用 这一些大家熟悉的分子的 我们必须就要经由一个过程 把它转换成ATP 当然这个过程 你就可以以呼吸作用来替代 所以呢我们有很多 在身体里面 蕴藏能量的物质 当然最常讲的就是 糖类脂质蛋白质 它们都要经过呼吸作用 然后把它转换成 储存在ATP当中的能量形式 才能够让我们的细胞使用 因此我们才会说 它是个充电电池 然后呢 它在这边充电 然后放电 才能够让细胞进行 细胞该进行的活动 不管是运动啊 不管是运输啊 不管是代谢啊 不管有些生物会发光啊 等等的 都是要靠有ATP 要经由ATP来直接的提供 而环境当中摄取进来的 常常是没办法直接提供养分 给细胞里面的代谢所需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来谈一下 因此有很大的重点 我们刚刚讲半天 也就是讲到 不管你是自营生物 还是异营生物 就算你是自营生物 你自己可以从环境当中 截取太阳光 然后把无极物转变成有极物 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 每一个细胞要代谢的时候 你还是得经过呼吸作用 把它变成ATP 所以呢 把东西变成ATP 对细胞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那最简单的讲法 什么叫把东西变成ATP 其实就是把双磷酸线杆 也就是ATP 接上一个磷酸根 它就变成三磷酸线杆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充电电池充电的过程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合成ATP 产生ATP 也就是让ATP 也就是让二磷酸线杆 或叫双磷酸线杆 接上磷酸根的过程 那一个东西 一个物质 被接上磷酸根 我们就把这个现象叫做磷酸化作用 就叫做磷酸化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谈一下 ATP的形成 也就叫做磷酸化作用 那我刚刚讲的可能没有很清楚 我再重讲一次 所以今天只要是一个物质被接上磷酸根 都能够叫做磷酸化作用 那但是当我们一般的谈起磷酸化作用 最常讲的就是指双磷酸线杆 接上磷酸根 变成三磷酸线杆 我们一般最常讲的是指这个 再不然的话 所有东西被接上磷酸根 都是一个磷酸化的过程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谈 西方内怎么样的代谢 能够让ATP 能够让双磷酸线杆 接上磷酸根 变成ATP呢 后来我们发现 细胞里面 有很多的过程 都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然后我们就简单的 把它大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磷酸阶层 磷酸化作用 那么另外一种叫做 化学渗透 那化学渗透我们等一下再说 我们先来讲 受质阶层磷酸化作用 所以要记得 我们现在讲的是 磷酸化作用 什么叫磷酸化作用 就是让ADP给磷酸化 那让ADP磷酸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ADP的D 就是Di 是双的意思 就是两个的意思 我让它再磷酸化就表示 再接一个磷酸根 那么它就会变三磷酸性肝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这就是一个ADP合成的过程 那它到底用什么样的过程 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被合成出来 首先我们讲的就叫 磷酸阶层磷酸化作用 大家也记得 我们在之前讲过酵素 我们讲到细胞内的代谢 我们讲酵素 那我们讲酵素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 在一个由酵素催化的反应当中 该反应之反应物 即为此酵素之磷酸 那如果你觉得我刚刚讲那一句话 很乱很啰嗦很长 那就算了 你就把它理解成 瘦脂就是个反应物就是了 就是个反应物 所以什么叫瘦脂阶层磷酸化作用 也就是说我把某个反应物 我把某个东西 这个东西上面本来就有个磷酸根 或者叫磷酸疾 或者说我们偷懒的疾酸 它本来就有 我把它拔下来接在ADP上面 所以ADP就被磷酸化 它就有了一个磷酸根 而原本这个瘦脂 它的磷酸根就不见了 就被拔掉了 也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有一个简单的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酵素 对不对 我们就谈到 你会讲瘦脂 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它就是个反应物 那但是通常会强调 它是一个在 酵素催化的反应当中 所以这个瘦脂 它是个高能物质 因为它有个磷酸根 然后经由这个酵素的催化 这个酵素把瘦脂上的磷酸根拔下来 然后接到ATP上面 所以呢 这个瘦脂的磷酸根被拔掉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不同的化合物 然后ATP接上磷酸根就变成ATP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得到ATP了 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 细胞内怎么样得到ATP 怎么帮电子充饱电 让它变成是一个充饱电的状态 也就叫ATP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达到了 所以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来的 来再一次哦 我有个东西它算是高能 因为它有个磷酸根 那我现在呢 经由一个酵素的催化 把这个磷酸根拔下来 接到ATP的身上 ATP就变成了ATP 而原本这个有磷酸根的东西 它的磷酸根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过程就叫做 瘦值阶层磷酸化作用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例如说有一个化合物 它的化学简形叫PEP 我们刚刚说没有特别要学这是什么 我们现在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就是 这是一个高能瘦值 它有磷酸根 然后我有一个没电的电子 它只有双磷酸而已 它叫双磷酸线干 那我这个化合物我有磷酸根 你要是不是我给你 我给你的之后你就从2变成3 你就变成腺干3磷酸 啊我呢 我就磷酸就跑掉了 我就变成一个没有磷酸的状态 所以我本来是磷酸西纯丙磷酸 然后加上ATP 我的磷酸根就掉了就给了AT 它就变成了ATP 我的磷酸根就掉了就给了ATP 它就变成了ATP 我自己就变成只有丙磷酸而已 或者我们以前会举例 例如说像有一个化合物叫磷酸基酸 它也可以跟ATP在一起 然后呢酵素就会把磷酸基酸的磷酸 拔下来给ATP ATP就变成ATP 它失去了磷酸就只剩下基酸 所以磷酸基酸加线杆双磷酸 会变成基酸加三磷酸线杆 也就是这样子 那举这个例子的话 因为现在的版本有人举这个例子 那是因为让你感觉变成丙酮酸 为什么 因为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讲 呼吸作用会有一点关系 来我们把刚刚的这个 再用另外一个版本的方法解释给大家看 好 所以这个就是磷酸基酸丙酮酸 也就是化学简称为PEP 它上面有个磷酸根 然后呢我现在有个腺干二磷酸 我只有两个磷酸根而已 腺干大家记得记得什么叫腺干 腺干就是核糖再加上腺条磷叫做腺干 然后呢它有两个磷酸 它就是双磷酸腺干 或者叫做腺干双磷酸或叫二磷酸 然后呢这个是没电的状态 因为有电的要有这个三个磷酸根才可以 所以呢那你的磷酸根就给我吧 好啊那我就给你了哦 但是那么容易吗 没关系来我来帮你们 我就是酵素 对不对 我来帮你们这个反应进行 它一进行了之后呢 这个磷酸根就跑过来了 就给它了 对不对 它们的磷酸根就跑掉了 跑掉了整个分子就叫做瓶酮酸而已 然后接下来呢 它就从双磷酸腺干就变成了 登登登 对不对 它发光发亮 课本学来这样表示三磷酸腺干 所以呢就达到了我们产向ATP 合成出ATP来 所以我们的ATP合成 我们的产向ATP 不是从头到尾从元素啊 然后从干嘛的组装 不是不是不是 只是指双磷酸腺干接上磷酸根而已 只是指双磷酸腺干接上磷酸根 只是一个放了电的电池 然后把电再充回去把它充绑 就如此而已 然后像这种最好懂 就是你想要磷酸根 就搞一个有磷酸根的化合物 把磷酸根给你 也就是如此 这个过程就叫受直接成磷酸化作用 很好懂也很有趣 但是它产生的能量很少 它产生的能量很少 所以我们细胞内有别的方法 可以产生更多 那但是这个方法呢 当然聊还是剩余无 有产生就是有产生 就是有贡献 那我刚刚讲 我们以前会举这个磷酸基酸的例子 那现在的话不举那个例子 因为我们肌肉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比较少讲的 那但是我们现在会举这个例子 因为呢 我们呼吸作用会谈到 糖解作用跟柠檬酸循环 中间都会经由受质阶层磷酸化作用 来产生少量的ATP 而其中到时候我们就会学到 糖解作用 就是可以把葡萄糖分解成 两个饼酸 这个我们到后面会再说 那现在只是跟大家讲 怎么样合成ATP啊 那就是一个ATP被磷酸化的过程 那怎么个磷酸化 有人有磷酸跟后我给ATP 那就有ATP出来了 这个就叫受质阶层磷酸化作用 应该是这样而已 大家不要看到这个词 很可怕被吓到了 千万不要 那我们要跟大家说 磷酸根它会跑到ATP上面 然后就让ATP变成ATP 这个过程就叫ATP的合成 就叫做合成ATP 或者叫做磷酸化作用 那大概有两种 一种就是刚刚讲的 磷酸阶层磷酸化作用 具有磷酸根的高能磷酸 将磷酸根转移给双磷酸线干 使双磷酸线干 接上磷酸根之后 成为三磷酸线干 那另外一种方法 会产生大量的ATP 这个过程有一点有趣 叫做化学渗透磷酸化作用 叫做化学渗透磷酸化作用 那大家记不记得 如果大家在高一生物的时候 如果可能是这个 学校老师补充 或者是你自己看的一些额外的资料 或者你跟我们的课 我有照课刚刚的内容把它讲完 然后接下来我有去补充 那大家要有没有发现 有的版本有写 有的版本没写 也就是说 他们会经过一个特殊的过程 会产生大量ATP 那这个特殊的过程 有的版本有写出来 叫电子传递 有的版本很可爱的 用一个很隐晦的方法来写 有没有产生水 那我们先不管那个 因为那是高一 他们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因为课刚有规范 只能够谈得很朦胧 那但是呢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不管在光合作用 还是在呼吸作用 都会有产生ATP 都会有产生大量ATP的过程 而那个过程的话 会经过一个很复杂的步骤 它会牵涉到一大堆的化学物质 连续的得到电子失去电子 得到电子失去电子 那一听得到电子失去电子 得到电子失去电子 不就是个连续的氧化环游载印吗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学生物的人 不这么说它 我们学生物的人 把这个过程称为电子传递 而这整个电子传递的过程 有一大堆的电子氢和力 不同的蛋白质在其中 所以这一大堆就构成了电子传递链 或叫做电子传递系统 所以大家也记不记得 我们看到立腺底 那么立腺底呢 它能够帮我们行呼吸作用 而这边是叶绿体 叶绿体能够行光合作用 这两个胞气同为半自主胞气 它们在我们生命世界当中 对我们增合细胞来说 就是进行两个最重要的反应 呼吸作用还有光合作用 这两个反应也就是生命世界当中 会产生大量ATP的反应 那因为叶绿体的ATP产生之后 自己碳反应就用掉了 在光反应产生碳反应自己用掉 无法提供给别人 而立腺底的ATP产生之后 它就会很豪迈的分享 让细胞内的别的需要 ATP的反应能够使用 所以我们才会把立腺底 叫做能量工厂或叫发电厂 一样会产生大量ATP的叶绿体 我们不这么说它 因为它产生的ATP自己用掉了 好 我们很快的谈一下 就是高一的时候我们稍微讲过 因为高一讲细胞有谈一下 细胞有能量有稍微讲一下下 光合作用跟呼吸作用 那因为在这边 课纲规定的只要讲很少 但是每个出版社基于他们的经验 他们认为大稿中心学测题目 可能不止这些 所以大家都各显神通 在课本里面用表 用图 用一些小的方块 补充了不少东西在里面 所以没关系我跟你说 这是高一生物 那如果你居然没有 我没学到这些 没关系 没关系 科高本来就没有要你学这些 如果我一讲 你稍微有概念 那就很好 再不然我们现在开始学 也维持不完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立腺体型呼吸作用 它是不是经过几个步骤 一开始糖在细胞质内 被分解为两个丙铜酸 这个过程叫糖解 然后接下来以丙铜酸的形式 进入立腺体 然后接下来跑掉一个二氧化碳 搬接上一大团的东西 那个就被叫做乙烯腐酶A 然后以乙烯腐酶A的形式 进入柠檬酸循环 然后接下来 从不老糖进行糖解 一直到柠檬酸循环 中间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产生了一大堆的 其实数量有限了 只是会产生很多的还原性腐酶 然后还原性腐酶就可以丢电子 来进行电子传递 有没有 然后产生大量ATP 然后对于叶绿体来讲的话 叶绿体它行光合作用 那么叶绿体行光合作用 我们是不是简单的来说 就分成光反应跟碳反应 或者碳反应现在很多人 直接把它叫卡尔文循环 那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产生ATP 所以就暂时不用看卡尔文循环 因为ATP是在光反应被产生出来的 光反应的步骤 然后简单的可以分成 西光水分解电子传递 有没有 电子传递 那光反应的电子传递是怎么开始的 光合射出西光之后激发出去的 所以电子被激发出去 电子就有一个高的能阶 接下来经过电子传递 就产生了ATP 所以不管是粒线体 不管是叶绿体 其实我们稍微回问一下 或稍微深入的思考或学习一下 就会发现 粒线体跟叶绿体是 这么不同的两个不一样的包器 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会经由电子传递 来产生大量的ATP 所以简单的来说 藉由电子传递产生大量的ATP 也就是化学渗透联酸化作用的意思 然后看一下 这个是有的版本里面补充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说以这两个细胞 这两个包器为例 它们已经内共生了 不再是个细胞了 以这两个包器为例 有没有发现对于粒线体来说 它有外膜内膜 内膜往内折叠 对于ATP体来说 它的内膜也是往内延伸折叠 可是因为它往内延伸折叠的 非常非常的不寻常 而且上面又卡了许多的光合色素 以及传递电子的载体们 所以我们就把那一层膜 过去的话 我们就把它叫做囊状膜 大家如果都有跟课 有没有印象 我前面有讲过 以前的话都把它叫囊状膜 可是孩子可能会搞错 以为叶绿体有外膜内膜囊状膜 以为叶绿体是三层膜状的构造 所以现在的课本在高一 就算在高三都已经不讲了 只说里面这一颗一颗叫做内膜体 然后一大叠叫做叶绿病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讲着讲着到高三 当你要再讲深入 当你要讲化学渗透淋酸化作用的时候 你就得强调这是一层膜啦 所以你过去好好的囊状膜这个词你不用 那你用了内膜体 你看你现在是不是乖乖的要在内膜体 后面要加上一个膜 是不是要强调它是一层内膜体 对不对 所以这有一点点复杂 有时候克刚名词的使用改来改去的 后面的人都以为自己很厉害 其实有时候没有 你没有前面的人有智慧有经验 你只是刚好有权力有机会而已 所以要限做自己的权力 扯远的你没有想听这个 你如果想听我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你看我那一些在课堂上录的就好 我自己额外长时间录这个的 就是希望去精简 不要跟你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你就好好学 我好好教 其实我在课堂上也都很好教 好啦 我们先不管这个 赶快过来 所以我们竟然可以把它画成这样 会有一层膜 那么这一层膜呢 它让枝子无法顺利通过 这个不会太难 枝子虽然很小 可是它带电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呢 膜就不会让它顺利通过 然后呢 这个膜上面会有一大堆 电子轻而力不同的蛋白质们 然后呢 共同构成电子传递电 然后呢 电子传递的过程 接收电子同时 直子就会跑过来 然后呢 你的电子又被另外一个 电子轻而力比你强的家伙 抢走 然后呢 直子就跑掉 另外又有别的直子 跟刚刚那一个 新抢到电子的电子载体又结了 然后它的电子又被下一个电子轻而力 比它强的家伙抢走 然后直子又跑掉 另外一个新的直子 又跟那一个新的电子 接手者结合 所以简单来说 所谓的电子传递链 也就是把被激发出去 处在激发钛的高能电子的能阶 给逐渐的释出 让电子回到基钛 在这个过程当中 释出的能阶 就用来把直子打到膜的另外一侧去 所以某程度而言 电子传递链是一种很特殊形态的直子帮补 它可以把直子从膜的一侧打到膜的另外一侧去 再加上我们刚刚说的 直子虽然小 但是带电 所以这一层膜让直子无法通过 所以我就有了跨膜的氢离子浓度低度 一边浓度高 一边浓度低 这个浓度差 同时也是电位差 是个胃能 这个胃能的释出就可以转动ATP合成 合成ATP 所以这种过程就叫化学渗透磷酸化作用 那你可能觉得很好奇 我们前面学过 你怎么乱用词 什么叫渗透啊 有没有人还记得 什么叫渗透 渗透理论上指的是水通过半透膜的扩散作用啊 对不对 那他们在这边把它拿来用 感觉也蛮怪 那不然你就把它理解成 好啦 水有氢 有氧 这个是氢 好啦 那我也当作它是水来这样子使用 我也用渗透好了 对不对 听起来怪怪的 我也没办法 这是从外国的原文英文 他们就这样子用的 好 所以来 我们用叶律体再讲一次哦 所以它是不是吸光 吸光了之后呢 他们就把光能转变成电子的能阶 也就是那些光合色素 特别是其中的叶律素A 它可以把电子激发出去 让电子从G态跳到激发态 然后接下来呢 有高能的电子跑出来之后 就会引发一连串得到电子失去电子 然后电子失去电子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话 我们就把它叫做电子传递 那他们这一些的光合色素跟电子载体在哪里 就是在内膜往内延伸 然后看起来绿绿的 这一层膜上 这一层膜过去叫囊状膜 有的叫艳绿囊膜 现在就叫类囊体 上面加一个字 磨 类囊体 然后呢 在电子传递的过程当中 电子的能阶逐渐的释出 就会转变成跨膜的氢离子浓度低度 然后呢 跨膜的氢离子浓度低度 是个浓度差 也是个电位差 总之是个胃能 胃能的释出 就会转动ATP合成铭 合成ATP 这个过程就叫化学渗透磷酸化作用 它可以产生大量的ATP 大量的ATP是这样子来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因此我们再谈一次 这个过程非常的厉害 因为对生命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科学家把它搞清楚之后 真是太了不起来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过 光合作用跟呼吸作用 是老骚行迷的话题 大家可能国小国中就都听过了 到高中大学研究的时候 有一些教授学者们 都还持续在研究当中 相关的知识 有好几个诺贝尔奖在里面 所以光合作用跟呼吸作用 大家越学越大可以一直学 真的是可以让人不断的玩味 一直有很多对它新的理解跟应用出来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把刚刚讲的话 述租文字把它写给大家看 所以呢 化学生存磊双奖作用最大的重点 简单来讲 就是借由电子传递释放的能量 那什么叫电子传递释放的能量 因为电子传递的一开始 都是由电子从基态变成激发态 就是被激发出去 然后这个能阶慢慢释出 转换成矿模的氢离子浓度T度 那这个化膜的氢离子浓度T度 是个位能 因为它不只是浓度差 也是个电位差 所以呢 总之就是个能量 然后这个能量的释放 就能够使ATP合成梅 来去合成ATP 所以跟大家说 虽然说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 诺贝尔奖了 但是讲起来还是很复杂 所以我们大家就大概有个概念 它也就是电子传递 累积化膜的氢离子浓度T度 能量释放 合成ATP 就是如此而已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有很多磷酸根在旁边 然后就把磷酸根 接到双磷酸线杆上 就得到了ATP 也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刚刚那个图 是不是把它并列两边给大家看 确实没错 因为化学渗透磷酸化作用 就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粒腺体 所以我们刚刚的图 用粒腺体来代表 如果我们讲整合细胞的话 围粒也就是行 有氧呼吸 这个就叫氧化磷酸化作用 另外一个以整合细胞来说 也就是在液律体的光合作用 那当然你对原合细胞来说 有氧化细胞也有有氧呼吸 也有光合作用 也叫氧化磷酸化 也叫光合磷酸化 也都是这样讲的 所以简单来讲 这种化学渗透磷酸化作用 借由电子传递 然后来累积大量的 来得到大量的ATP 这个过程就叫化学渗透磷酸化作用 然后其中在有氧呼吸的 在呼吸作用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氧化磷酸化作用 然后在光合作用的 就叫光合磷酸化作用 也就是如此而已 好 那么希望这样讲 大家能够懂 我们配图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我们就是跟大家说 我们一直轮番上正不同版本的文字图片 然后我也要跟大家讲 我觉得最棒的教学方法就是填压 你就好好听 慢慢跟眼睛看耳朵听 心理想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会挤在心里 考试的时候你心里会想起 想起我的声音有那么可怕吗 或者是想起你自己 拿在瓜子里面的理解 然后东西就会变得很OK 然后你就不会乱想 因为有时候你自己 我的想是音响的响 声响的响 然后最后不会乱想 才是思考的那个响 不会 没关系 因为有时候我们念书很怕自己乱想 考试的时候自己乱想就死了 念书的时候自己想不通也就完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一直讲 我就跟你讲很正常的想法 很正确的过程是什么 所以你的脑袋瓜子里 如果会想起 就是音响的响 声响的响 响起我的声音 那你自己就会想起思想的响 那个东西该是怎么样才对 老大在讲什么 你有兴趣听这个 你就不会看我这一段了 来吧 我们赶快来看这个 所以赶快不要再扯那些了 所以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的话呢 以这个氧化磷酸化为例 毕竟我们现在是要讲呼吸作用 好的 所以液滤体的话 它有外膜跟内膜 我们先把外膜掀掉 这样才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就剩下中间一层膜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说 你要能够化学渗透磷酸化作用 你得有一层膜 这一层膜上面要有电子载体 对不对 所以以呼吸作用以利线比来说 这一层膜就是内膜 那么这边的话 内膜那叫基质 还记得 内膜那叫基质 它是半自主包气 它的DNA就是在基质里面 然后呢 上面是外膜 这边是内膜 两层膜之间就叫膜肩腔 前显易懂 对不对 在利线比的外膜跟内膜之间 就叫膜肩腔 然后呢 本来到处都有质子 这个也很OK 也没什么了不起 然后呢 我这一层膜很特别是 特别在 上面有一堆的电子载体 然后更大的重点是 我有个很厉害的蛋白质 叫做ATP核酸酶 叫ATP核酸酶 然后呢 我现在要电子传递啊 我得有电子给我开始传递啊 对于呼吸作用来说是什么 就是从Proton糖解作用 一直到柠檬酸循环 路上就产生了很多的还原性腐酶 也就是NADH 还有FADH2 没关系慢慢来不及 先从NADH 它是还原性腐酶 还原性腐酶的话呢 就能够丢电子丢橘子 所以把电子丢出来 那丢出来之后就有了高能电子 哎呀就哦好坏的来不及讲 然后呢 就会有一些电子载体 他们就会接电子 那接电子之后很开心 橘子也就来了 那但是呢 有另外一个电子轻而力比例强的家伙 把你的电子抢走 那这个直子呢 你的电子就被抢走了 直子就不跟你啦 直子就跑掉了 哎没想到一来再一跑掉 竟然就从膜的这边到那边去了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不是电子 然后又被另外一个家伙抢走 又有直子过来 又被抢走 然后呢 有了电子有了直子 电子被抢走 直子就跑掉 结果没想到这个直子跑掉 就跑到膜的另外侧去了 因此我们才讲 所谓的电子传递 其实它是把电子的能阶转变成什么 转变成跨膜的氢離子浓度低度 来 再来一次哦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就会有了FADH2 刚刚是不是讲 一路上产生了很多的还原性骨霉 包含NADH跟FADH2 一样是把电子丢出来 然后就开始经过电子传递 是不是这样子 来 我们标上12345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所以呢 不管是FADH还是FADH2 都会丢出电子 因为它们都是还原性骨霉 都是还原剂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电子就会经过电子传递 因为这一连串的蛋白质们 它们的电子亲和力不同 所以呢 在得到电子失去电子的过程当中 同时也接上直子失去直子 但是接上直子失去直子 竟然就会把直子从膜的一侧 直子打到另外一侧去 讲得更精准一点 就是从基直打到膜间将去 所以呢 这个过程 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 是一种特殊的主动运输 它是一种特殊的直子方谷 它可以把H症打到膜的另外一侧去 不管哪边的浓度低 哪边的浓度高 因为如果是被动运输 一定要从浓度高往目的 那这个是主动运输 所以没有 你两边的浓度谁高谁低 我不管 我就把你打过去就对 打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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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在膜间腔直子的浓度越来越高 下面的浓度越来越低 但不管我还是硬把你打过去 因为有主动运输 我可以逆子浓度低度 好啦 这个时候H症就被内积在这里了 这个就是跨膜的轻逆子浓度低度 它这个浓度差也是个电位差 然后接下来这个H症又流回来 H症流回来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ATP合成很像是个涡轮 然后呢我把水打上去 然后水冲下来 然后就会转动这个涡轮 然后就发电了 对不对 就你这样抽去发电厂 或者你可以想水力发电 这有水比较高高的位置 然后水就活啦啦冲下来 有没有 然后就转动发电机 发电啦 就有了ATP 所以这个过程就叫做 受值阶层的磚化作用 大量的ATP 原来是这样子来 来 再来一次 跟刚刚那个图很像 我们就说了不同版本了 再次感谢各个版本 各个出版社 提供这个图片给我们使用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教育上的震荡用途 你看我的影片有多钱 对不对 因为没有商业上的问题就没问题 然后我们这就是教大家 教大家 大家在课堂上已经有上课了 或者基于什么原因 你用这个方法来学习 这都很好 都很好 好 来 我们赶快再看一次哦 所以这是不同版本的图 有没有 很多不同版本就异曲同工啦 对不对 我们就给你轮番上阵 你就一直被我填压 打开你的脑袋 接受我的填压 好好地学习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立腺体 就有外膜内膜 对不对 外膜内膜之间叫膜肩腔 内膜内膜叫基质 我们把内膜放大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层叫做内膜 内膜上面卡了很多电子轻而力 不同的电子载体 更大重点里面有一个家伙叫 ETB合成铭 然后进入电子传递的过程 电子传递其实是一个 另类的橘子帮户 可以把橘子从膜的一侧 打到膜的另外一侧去 我们这一侧叫做基质 另外一侧叫做外膜跟内膜之间的膜肩腔 然后呢里面累积了大量的氢离子 所以他这边有讲 颜色深的是质子浓度高的 那么浓度高 接下来呢 总之是个胃能 胃能释放 转动ATP合成铭就合成ATP了 这种就叫做氧化磷酸化作用 也是一种化学渗透磷酸化作用 那化学渗透磷酸化作用 还有什么 还有光合磷酸化作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个叶绿体 颜色不对 不怪它 那其实这颜色也不对 化胞气通常动码是透明的 只有液泡有时候有花青素 然后还有叶绿体 上面因为有光合色素 不然的话 几乎动码是透明的 好来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把它放大 放大的时候呢 就有一层膜 跟这个立腺体的内膜 可以同等地位 同样奇观 相机并论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囊状膜 或者现在叫内囊体膜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直不出来膜这个字 到最后一定得出来 不然要怎么讲 大家要怎么学 它真的就是一层膜 好了 然后呢 这一层膜呢 它是不是就会不断的折叠堆叠 然后一个一个叫做内囊体 一大落叫做叶绿病 同样的有外膜内膜 那但是它的落造 比立腺体复杂一点点 所以呢 它要强调的是在叶绿病里面 它是在叶绿病里面 所以呢 叶绿病里面 或者我们讲一大落才叫叶绿病 一个一个叫做内囊体 所以这里面就叫内囊体腔 在内囊体里面的空腔 然后呢 这个内囊体腔 它就会被累积了高浓度的氢离子 为什么 因为它也有电子传递 它有电子传递 有啊 光合作用光反应西光水分解电子传递啊 光合色度西光之后 激发出去的高能电子 就会经过电子传递啊 同样累积化膜的氢离子能物体度 它的类囊体磨上 同样有ATP合成酶 然后呢 脂子就会通过这个ATP合成酶 你就想像水冲下来 涡轮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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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电啊 对不对 就有ATP了 那理论上我们这样子已经讲完了 我稍微很快的帮大家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的生命世界当中 能进行化学渗透临床化作用的 其实还有第三个地方 我们的生命世界当中 能进行化学渗透临床化作用的 除了粒线体的内膜 液绿体的囊状膜 或者叫类囊体膜之外 大家知道还有哪里吗 就是细菌的细胞膜 我们之前在讲细胞膜的时候 有没有说过 细胞膜有选透性 选择性封透 那部分物质可过 部分物质不可过 这个功能 增合细胞的细胞膜 缘合细胞的细胞膜 都有 大家都有 那但是呢 根据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不管是 呼吸作用或光合作用 我们要化学渗透 要产生大量的ATP 我们是得有层膜啊 这膜上面要卡一堆蛋白质 传递电子 最后更重要 要有ATP合成酶 对细菌来说呢 大家有跟过我的课吗 我有没有跟大家说 来拿一支笔料旁边写 细菌除了细胞膜以外 没有其他的膜状构章 这句话记起来 细菌除了细胞膜以外 没有其他的膜状构章 那不是死了 你说化学渗透得有层膜 这层膜要不让直指 通过这层膜要有电子载体 这层膜要有ATP合成吗 我没有膜啊 谁说你没有膜 你有一层膜啊 刚叫你写那句话拿出来念 细菌除了细胞膜以外 没有其他的膜状构造 所以他的那一层膜就叫细胞膜 细菌的细胞膜可以发生这些事情 如果它是个一般的细菌 它就会有氧化磷酸化作用 有点像立腺里的内膜的这种功能 如果它是蓝绿菌 如果它是光合细菌 它的细胞膜还可以有行光合作用 来这边光合磷酸化作用 它也是一种化学渗透 磷酸化作用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高中比较少谈到细菌的细胞膜 但是只是跟大家报告 我们所有的生命世界当中 能进行化学渗透 磷酸化作用的构造 就是三层膜 就是三种膜 三层膜下一条 就是有三种 哪三种 粒线体的内膜 叶氯体的内膜体的内膜体膜 细菌的细胞膜 细菌的细胞膜 好 以上就是跟大家讲到 有关于能量的游转 还有很乱的一段ATV的合成 后来受质阶层跟化学渗透 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 有关于能量的游转 细菌的细胞膜 细菌的细胞膜 细菌的细胞膜